好的 比赛开始 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两队第六轮的比赛 还是从外线发起 看这次好球啊 配置 也同样很简单 打得比较客气 顶了一下 厉害 无球跑动啊 多传球 五次以后才能投篮 没错 练球员的耐心 太简单了 哎呀 哎 又被冒了 太小看两队队的防守 哦 这球啊 差一点点啊 张震霖 西热 但是被罩住了 第一时间不能跳起来 哇 这一下 漂亮啊 高球 传得很漂亮 看这一次 这就是作用啊 两队队防守积极心有了 嗯 而且西热没太好的机会 看传到篮下之后 摩尔特吕 西热这球打出惊艳了 嗯 终结那下 洛田也运气不太好 乌苍泽也两米多 嗯 所以他退防速度够快 也看得出来 两队在这个赛季的提拔新人的一个位置 嗯 再看篮下 哇 篮板现在越来越多了啊 这优势比较明显 哇 不得不说啊 不得不说啊 不得不说挂轮跟 就是这样的 寒军之间的这个默契真的 嗯 他的传球 落点很准 嗯 现在是一个问题 就下 运动率还是下 其实这球机会倒还是新人将打出来 嗯 传的也很到位 是 空位也出来 哇 变色啊 挂轮 还是不进 三分运动率急剧下降 是 转过身来之后 这有力量啊 所以没被弹飞 嗯 乖 嗯 看来去 没有 你该上班了 你该打 你还得打呀 哎呦 有一个失误 两个人没默契 嗯 四打 哎 有点容易 这 这一样怎么了 这还有进攻机会 再来一个 直接投还打进 哦 这个可以看出来 哎 档德林空中的 这一个档要 掩护之后 刘世权现在更多的开始 就先看队友 哇 压少外线啊 三分来了 三分来了 你守联防的 这下没能争取的 没有 直接起 其实沉寂了好久了 是 得有点这样的表现 他 哎 其实 不能再传那些 嗯 这个时候呢 朱镕镇给你 你有机会上 没有机会 就看外线机会 嗯 再传那些 肯定没有 是 这次其实战术万规 也都想尝试 还不错啊 这次 嗯 哎 好像 好像是不是想传一下 对 想传球 这球 好 摩尔特林 篮下位置 杏思洋 嗯 打进啊 顶着中阵 这个脚步动作做得还是不错 嗯 嗯 哇 彤西的命中率这段时间尤其在外线啊 都已经是属于殿堂级的人物了 嗯 是 所以嘛就希望多一些这样 是 � bearings 这距离可远呢 乖罗女生10个祝贡24加10 记住 再看外线 所以看到没有 就是放开 今天上来呢 就说 因为 比赛开始他先罢的 一开始打的并不是 太过的 因为 中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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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了 你要多回干 而且啥都得不能太差 好球 霍凯伦 你要多回干 而且啥都得不能太差 好球 霍凯伦 张继伦凭借这次三分球大进 哇 可以 他带他们 他的心得 他去带这些运气球员是最好不过 好球 最后呢 在结束的时候也和大家同步一下数据 郭凯伦到现在最后 是得到了9分